来台湾长达了八年 有着东京拉面之王的日本知名拉面店 进驻到了台北新一区的第二间分店 在今天开幕了 而现场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给众祥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早安 我们今天特别来到台北市新一区 今天算是周二的早上十点左右 但是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出现了 长长的排队人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来自东京的知名拉面店 今天要开第二家分店了 第一家分店是在台北中山区 那第二家分店是选择在台北市信义区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排队呢 就像主播刚才说到的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康 要送给现场的排队民众 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非常厉害的卡片 那上面呢是写着台北 上面是写着东京拉面之王 然后下面还有VIP卡 那它不只单单只是一张卡片而已 它是一张悠游卡 这是知名拉面店跟悠游卡公司联名的卡片 但是呢 前150位民众可以凭着这张卡呢 终身免费加料 加蛋或是加肉这个服务 所以有人一早呢就来排队 有人甚至投降呢 是昨晚11点钟就来台队 所以我们来听稍早的一段访问 大概11点多啊 因为对这个拉面的喜好 这样子 我的朋友很喜欢这个拉面 然后他请我来帮他排 好 可以听到民众表示 他们是这一家拉面店的忠实粉丝 所以很早很早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特别来排队的 当然也有人是为了朋友来排队 那现场呢可以看到 因为在10点半的时候就会准时发放号码牌给现场的排队民众 那它是依照大家排队的一个顺序来发放 所以现在呢只限定150人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如果太晚来的话 可能就抢不到这张限定的悠游卡了 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我们再把镜头交给棚内